在爱美人士的梳妆台上呢 总是少不了几块粉扑海绵 这些形状各异 花色繁多的小物件 是粉底的好伙伴 以苟然的机会啊 我知道了粉扑海绵这种东西 那作为一个直男 如果仅看外表 我会把它们当成洗碗海绵的翻版 但只要轻轻的一接触 就会感觉到不同了 它们摸起来十分柔软细腻 简直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 那同样是海绵 为什么化妆海绵就会有 如此奇妙的触感呢 我们能从它背后的材料化学当中 找到答案 柔软的是海绵粉扑 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这硬还是软 按照专业的说法 就是刚性和柔性 这对高分子材料的设计而言 可是个不小的难题 在分子层面 钢体现的是分子形状的固定性 而柔则意味着较大的变形空间 柔性分子可以在不同条件下 屈身变换 这可以简单理解为 是化学件的可旋转性造成的 不过呢 真实的材料啊 并没有绝对的钢或者是柔 一个常链分子 既不可能完全固定形状 也不可能完全随意变形 如何把握变形程度 就成了材料设计的关键 大多数高分子啊 其实是三结棍 分子链中有刚性不可弯曲的部分 但有一些柔性的连接点 而材料整体的软硬 还要看所处的温度 温度较低的时候 刚性的部分整齐排列 柔性部分也没有什么活动空间 此时的材料呢 比较坚硬 被形象的称为玻璃态 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 原子振动加剧 柔性部分开始有了移动空间 此时的材料就变得柔软了 但依然保持的是固态的外貌 这就进入了高坛态 那这两种状态相互转化的温度 就被称为玻璃化转变温度 很多材料的转变温度呢 都要高于室温 也就是说 它们在室温时呈现的是硬硬的玻璃态 而想要做出柔软的粉扑 就需要那些玻璃化温度更低的材料 比如说橡胶 橡胶的分子就如同是一串佛珠 整个链条都显得很柔软 常温条件下也可以顺利变形 毫无疑问 它是制作粉扑的好选择 最初人类可选的橡胶品种并不多 自然界给我们的馈总几乎只有一种 那就是生长于热带地区的橡胶树 它们可以分泌出一种富含顺势巨物二锡的乳液 经过加工之后就成了鼎鼎大名的天然橡胶 但即使是天然橡胶 橡胶也是在美洲新大陆被欧洲人发现之后 才开始逐渐流行 直到19世纪初才出现了大型橡胶企业 可以稳定地供应天然橡胶 在那之后就出现了天然橡胶制作的粉扑 天然橡胶粉扑足够柔软 但它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 容易引起皮肤过敏 一些人会对天然橡胶中的蛋白质产生过敏反应 在1950年 福尔门等人就分析了一些皮肤过敏案例 并确定有26宗是因为天然橡胶粉扑引起的 过敏部位主要出现在脸部和颈部 原本是修饰皮肤的工具 却带来了皮肤过敏问题 这不仅是生理伤害 同时也导致了心理创伤 那么自此之后 粉扑所使用的原料开始逐步转向 低致敏性的人工高分子材料 丁晶橡胶 聚胺脂 聚乙吸醇 硅橡胶 一代又一代的新原料构成了如今市场上花样繁多的粉扑产品 不过天然橡胶其实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经过处理降低蛋白含量 也可以有效减少天然橡胶的过敏问题 除了材质本身的弹性 还有两个特性对海绵粉扑的使用舒适度至关重要 一个是孔吸率 另外一个就是清水性了 这些粉扑海绵是将橡胶原料进行发泡处理得到的 发泡程度越高 其中就会有越多的孔隙 那相对来说 孔吸率越高 与皮肤接触时便会显得越清软 同时吸附粉底液的量也会多一些 粉扑是否与水亲和 也会直接影响使用感受 很多海绵粉扑还要满足干湿两用的上妆需求 这也对材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要想得到清水性适宜的粉扑材料 常需要对高分子进行一些改造 比如说丁晶橡胶 这种材料性能优异 但却与水不亲和 为了让它更适合制作化妆海绵 就需要给分子中安上清水的鸡团 比如说在对丁晶橡胶进行硫化时 同时加入一些丙锡酸的多元醇脂工具 这样最终得到的材料分子中 就会出现抢击 清水性得到明显改善 当然了 这个清水性也不是越高越好 与丁晶橡胶相反 聚以吸醇 就是一种清水性非常好的聚合物 它清水性实在是太好了 吸了水之后就很难挤出来 用作粉铺海绵的时候就会很不方便 那这个时候也需要对分子进行化学改造 让聚以吸醇与甲醇进行缩合 封闭部分清水性抢剂 这样才能用得舒坦 只不过这样处理的后果 就会带来甲醇释放的隐患了 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 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还要多个嘴 挑选粉铺的时候 导舵们也会强调天然与人工合成的区别 例如说到天然海绵无刺激 或者是天然材质吸水性好 不过这两点其实并不成立 天然橡胶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 易质敏 据统计 欧美人对天然橡胶的过敏率超过10% 而亚洲人也有2%至3%的人群 会有敏感反应 至于吸水性的问题 天然橡胶也称不上优异 聚以吸醇与水性聚氨酯材料的清水性 都要强于天然胶 在孔吸率相同的基础上 使用起来的舒适度也会更高 因此市面上可以找到的 天然胶如海绵其实并不多 作为消费者 也无需为此付出更多成本 这个小小的化妆棉看起来简单 但它背后也少不了材料学技术的知识 那下次再坐在梳妆胎前时 不妨细心体会一下 现代科技带来的这本舒适与变化